目前泰国选举委员会一共是确认了来自44个政党的68名总理候选人 但是主要的焦点还是集中在四个政党上 我们来看一下 首先是代表军方力量的国家人民力量党 集中力量仅仅是提名了现任总理巴鱼一个人 还有传统大党民主党提名的是前总理阿皮石 很多观众也很熟悉 另外代表草根力量的亲他信党派的卫泰党 推出的是前卫生部长苏达拉 前交通部长查筛等等 三位从政经验非常丰富的政治明星 而来自未来党的年轻华裔企业家塔纳通 虽然是政坛新秀 但是在年轻人当中他的人气还是比较高的 此前还有一名热门的候选人 因为自己身份的原因无缘大选 甚至一度还引发了不小的风波 上月8号 亲他信派政党泰护国党提名泰国国王的长姐 乌问乐公主为总理候选人 引发泰国社会震动 这也是泰国大选历史上 首次有王室成员提出参选 虽然是一招险棋 但立刻收到奇效 泰护国党一夜成名 不过泰国国王挖吉拉龙公 连夜发布预令 认为王室成员不应参与政治 泰国选举委员会随后宣布 乌问乐没有参选资格 而泰护国党也因推选长公主参选这一举动 于本月7号遭泰国宪法法院勒令解散 该党提名的所有候选人的参选资格立即失小 而且该党的14名管理层 在10年内不得参政 政党不惜兵刑险招 是因为这次大选意义非凡 泰国上一次有效大选还是2011年 当时为泰党获胜 英拉成为了泰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性总理 2014年泰国政区动荡 导致当年的大选流产 同年泰国军方推翻了英拉政府 时任国王普密鹏任命前陆军司令巴育为总理 执政至今 此后由于国王普密鹏的逝世 以及新宪法还没有通过等等原因 泰国的大选时间表一改再改 至少改了六次 因此这次的大选即使泰国八年来第一次民主选举 同时也是2014年军方政变以后的首次选举 同时还是2017年通过新宪法以后的首次选举 因此分析认为如果选举顺利进行 将会有助于进一步的缓解泰国社会的紧张对立 请举手